民众百屋龙把警察当成歹徒的案件 发生在槟城龙尾区的一座公寓 警方昨晚11点多进入一个单位展开突击行动 在警方抵达时屋内的一名女嫌犯 从公寓单位的阳台逃到隔壁的单位 警方发现后也以同样的方式进入隔壁单位 没有想到嫌犯却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 为了撬开房门 警方回到之前的公寓拿工具 在警方成功逮捕了女子并进行盘问时 房子的主人刚好回返住所 在发现住家有人后屋主大感震惊 虽然警方做出解释 但屋主夫妇依旧认为对方是冒充警员的歹徒 于是他们拨打电话招来治安队成员 同时向警方投报 在大批友人和警察到场后 被围堵的警方再度做出解释 在得到后来赶到的警察证实后 民众才相信这是一场误会 警方透露他们是在接获投报 只有关的公寓单位藏有冰毒等毒品后 才转开突击行动 虽然突击行动不太顺利 警方还是逮捕了四名男女协助调查 他们的年龄介于30到50岁之间 NTV7 槟城采访报道